吉卯杀狗 这个狗仙的吉卯把他杀了 谜团已经跳好了 16分钟完成跳刀加圣殿之环 这边狗还是假腿 狗这个钱在出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2100 SK香味 谜团跳刀 斧王挑战 别的没什么装备了 这个泡姆还是细带加小魔棒 这个装备就差了一点 中路我们看 又是泡姆 我们临近的悲剧泡姆了 真的 基本上开场十分钟之后就完全消失了 四处打钱 你要这会儿能打出来个安面什么也行 感觉Wallout这个点算是彻底被剑方打残了 噗事 这个Wallout这个点没有任何的感觉了 天天被一个SK满地都追着杀 你说团战你怎么能好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呢 辅助的信心一旦对团队是很恐怖的 插眼都插得不完胜了 这边也是定住了 这个顶我们看 这个非常漂亮一个顶 在一个船又接上了 再追着Wallout个大救人 碰面个大也救人 ES这边 我们看那个死亡掉了一个放的 卡着他就是走不了 只能这个望凤星探 走不了 好 我老后绕过来 这边一坨 让有水刃的人给他一团水 狗跳刀 跳刀狗 黑黄开起来 啃 跳啃 牛牛牛牛 哎 哇 被连插两下 这边船长还是死的 这边一坨也甩死了 ES 天天防这波打很漂亮啊 一个跳刀狗 彻底把天天防气势打出来了 能给个剑吗 莫连尼 难道已经给过了 好了 这一锅是不是顺势拿左边的塔 窝老虎有大的 但是兵线好像还要很久带过来 浮王蓝蓝 窝老虎有大还差多 哎 时间快到了 那就拿不了了 这边还是蓝蓝蓝胁兜户外 来下路打钱 主要就是这个塔 倒不是打这个钱 这边这个车 快补快补 哎呀 你怎么不补第二下呢 对不对 明显这个塔剩两滴血 你是会打最小伤害的 同志哥 啊66到72 你刚才打可能是66 是66啊 不要这个太吸引你的攻击力了 好了 这边是要拿这个塔 我看怎么打 这两个人输入不够啊 F了一下 这个F啊 哎 跳过来 一个 这一箭 可算射中一箭了 嘲讽一下 再站到刁营里面打可不是好现象啊 啊 牛的一个大戳起 到后面 A一下在A下倒了 哎 还临死前还变成一股毒气啊 变成这个SK的 歇毒了 不追 不追是蓝不太够啊 哎 戳起克兰了 牛一个E A一下 再一个F 直接夯死 小狗直接跳跑了 这边天天方三个人是不是要回来帮一下 都走了 都不管 上路了 这边我们看 船长狂战 攻卡的狂战啊 这比狂战刷钱更喊了天天方 这边两个眼还是步到了 不过这个眼没有步 这个眼也是这会儿步及 还没有压这个塔的 压这个塔之前一定要跟这边插个眼 那么下路也是一样 压这个塔要跟在这边插个眼 这几个眼位啊 团战前有不好的眼位 辅助应该做到的 这边下路跳走 蓝也跳到 我 那这个团战要精彩了 狗跳过去 其他人跳跑了 然后过一会儿 再跳回来 看这边是SK 橡尾鞋半天没出装备 那是不是考虑要直接奔跳刀呢 这一箭 诶 这一箭射的好远啊 这个 莫迪尼这会儿这个 箭射的很无厘头 那边应该没什么人吧 这边 斧王上过大会前 斧王的装备我们看也是在憋跳刀 这会儿是400多 那么斧王团战还是 几次都被近方抓得很害 尤其是船长的顶 这边下路是狗再犯 狗下一步肯定是逼章了吧 否则跳剧要被人打残的 船长直接扛着来甩 船长我们看他的护甲也是很低的 6加0.3 所以说队友的话 一个圣殿之门也是很重要 但船长本身是不爱出香味的 还是夹腿 所以船长的护甲来说 后期一般要出降席 当然这是很遥远的事情了 我们这里就不讨论了 不讨论了 就跟我们说刀塔六神装是吧 蝴蝶大炮金箍棒 飞蟹香气PKB 这个每个人都可以出这装备 只要你出得出来 你都是DPS 你出来 有的人还能当DPS 有的人不能 比如先换次这英雄 啥也不出 有个暴击在那里 也是一个很屌的存在 你像这个什么 下路又是狗在啃牛 不是牛在啃狗 我上次牛在啃狗 我这个被很多网友 都奉为佳话了 这边我落牌要出相位 不是出铁翼的 不是出这个玄冰盾牌的 我敢担保 相位好逃跑 这边也是牛 放了一个翼 打钱 你这个狗在找就会想杀他 但是啃死他有点困难啊 满血的牛一千年血 不是不太好杀 这边上路 民团的笑偶也被人追着砍 满能量的魔棒 还在打钱 斧王 哎 斧王突然钱少了 是合了一个什么 合了一个 别的装备吗 看他钱 看他四百多 现在变成两百多 现在加看一下 索子甲也是要合相位了看来 这个相位也是给那些不需要攻速的英雄 一个很好的过渡装 我觉得这个物品发明的非常的成功 主要是这个 很多人用真的不需要攻速 他以前出 有的人用出甲腿为了攻速 有的人出甲腿是为了属性 那么为了属性来出甲腿就有点亏了 现在这个相位也很不错 加了护甲 这边潮汐的位置很好啊 哎 潮汐没放出来大 SK大放出来了 还有这个船能顶放出来 不过SK这个大放出来没有显示晕 那个晕是怎么回事 潮汐直接解了吗 还是我动画效 我动画效应该没有跳过 这边也是中路聚集一波 怎么打啊看着团战 来按戳起 有没有技能 防这个 啊这个顶没有顶到 这些是用SK 船长扛来清兵 当然几方的牛也没来 牛是在憋跳啊这会儿 不看牛的钱 果然刚憋好跳 所以这波也是放弃了 没有继续推 等牛有跳再推 可以来右边打打兵什么的 天赛方已经是收缩防守了 这会儿 狗 诶狗是直接出来灭 还是黑狂 狗不要这个 逼章了 因为他知道输出方面自己可能 伤害都被腐王顶了 是不是这样想的 直接出来灭啃死牛 这是最关键的一点 啃死一个少一个 十七比十七 我们看这会儿补刀术吧 诶狗也要出黑黄了 补刀术最优秀的是 船长101个 101个 这会儿 谜团跳刀马上黑黄 嗯 来岸跳刀 牛跳刀应该正在买 等钱吧 应该是 好了已经好了 看他飞了一下 这会儿右边 这个野区该怎么打 船长过来直接来抢别人野了 这个针眼是天灾布的 防止金梅在这边布加烟 准备推这个塔 射中一个假身 这个吴老虎看起来好像充分值很大呀 直奔杀自己很多次SK过来了 不要这么奔放 不要这么奔放 虽然SK前进杀了你几次 但是你这会儿也要冷静 要沉着 不要一个人过去就想杀个幻象 结果把自己小命丢了 团战你的大很重 你的大是帮 这中段SK的那个大 以及配合潮汐的大 诶 这个顶又顶起了 这个船没出 当你保证这个顶百分之百 可以顶到的人时候 你就可以出船了 又是偏一个技能 这一刀寡入 诶 谜团那位很猥琐啊 看这个怎么配合 站位稍有不剩就会被 谜团一个敲打拉住 谜团也是要走 谜团那个大很关键很关键 虽然我的谜团 大家已经见识过 我的谜团打得非常不错的 但这个谜团还是想要 打得更好一点 给大家展示更好的一个走位 这边也是放船了 我看是放E 好 戳起阳柱 我让这个大过来 这个船又过去 朝西那边那个大 船上那边削狗 狗被削死了 这边也是被强杀 SK被追着打 那边谜团跳到上面了吧 谜团 雨团位置还是 雨团血还不错 挺多的 这边拉起 顶起了 蹦蹦跳走 牛一个大 一杠